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昨天宣布辭職 參選 二十七號最後一天上班 針對民進黨參選人陳時中 國民黨的蔣萬安都指控他濫用 行政資源 黃珊珊也展開反擊 而至於蔣萬安繼續質疑疫苗的 採購合約內容 多處被塗黑 是陳時中的遮羞布 遭陳時中反嗆 蔣萬安不盡責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要投入年底 市長選站 二十七號最後一天上班日 出席督導的陳時博覽會 還擔任導覽員 陪清明黨副主席 張昭雄逛展覽 針對藍綠對手同聲質疑他 用行政資源到最後一刻 也強勢反擊 不是要做一天和尚 敲一天鐘嗎 難道我最後一天就要放假嗎 就要去睡覺 對 可是黃富喔 那個陳時中 這個是早就已經安排的 這個博覽會已經安排了半年了 黃珊珊以及民進黨陳時中 國民黨蔣萬安 上午都參加永康商圈活動 陳時中還透露九月後將開國門 蔣萬安則端牛肉 規劃台北城市小旅行 促進觀光 首都選站三角都成行 疫苗採購合約也是攻防熱點 蔣萬安質疑合約多處被塗黑 指控是陳時中的遮羞布 遭陳時中隔空反嗆 說一個謊 你要用更多的謊言來源 我想這件事情如果不說清楚 民眾是無法接受 未來相關的資訊一定要公開透明 就這件事情你都講不清楚 市民如何信任 他自己在開會 然後過了一年才說他看不到 那如果政府的效率是這樣子 那政府一定停擺的 去年就可以把這事情講清楚了 如果他有這樣的疑問的話 不會拖到今年 陳時中強調言論可以被檢視 博士對手針對疫苗採購說詞 反覆的質疑 至於藍營黨內傳出 下令禁止黨籍里長出席 黃珊珊二十八號參選記者會 蔣萬安強調 尊重每一位里長的意願 記者黃子傑 陳柏玉 邱福財 台北報導